不安防 神的百姓不安防 也何況 你將這聲交給我們 讓高高的身體不確信 直到我們 感見呼吸 貴族內的家人 弟兄姐妹大家早安 早晨開始 邀請您跟著我們的敬拜團 一起來讚美敬拜我們的神 Amen 你的眼 是否被太多美麗一世無迷惑 你的心 是否被太多分雜的事實幫助 本些關懷 也將我走受傷的靈魂 本些愛給那些 不去遠的面孔 以基督的心為心 以祂的眼看世界 你身邊的人 需要你我 把冷漠變成愛 以基督的心為心 以祂的眼看世界 這世界 全世界 需要你我 把冷漠變成愛 親姐妹 大家們衝動 你的眼 是否被太多美麗的事物迷惑 你的心 是否被太多分雜的事實幫助 本些關懷 也將我追受傷的靈魂 本些愛給那些 不去遠的面孔 你基督的心為心 以祂的眼看世界 你身邊的人 需要你我 把冷漠變成愛 你基督的心為心 以祂的眼看世界 這世界 需要你我 把冷漠變成愛 弟兄 咱們來唱 你的眼 是否被太多美麗 你是無迷惑 你的心 是否被太多分雜 你是否被太多分雜 分些關懷 也將我走受傷的靈魂 分些愛給那些 不去遠的面孔 一起來宣告 你基督的心為心 你祂的眼看世界 你身邊的人 需要你我 把冷漠變成愛 你基督的心為心 以祂的眼看世界 這世界 需要你我 把冷漠變成愛 你基督的心為心 以祂的眼看世界 這世界 需要你我 把冷漠變成愛 你基督的心為心 以祂的眼看世界 這世界 需要你我 把冷漠變成愛 你基督的心為心 以祂的眼看世界 你基督的心為心 以祂的眼看世界 這世界 需要你我 把冷漠變成愛 你基督的心為心 以祂的眼看世界 你身邊的人 需要你我 把冷漠變成愛 你基督的心為心 以祂的眼看世界 這世界 需要你我 把冷漠變成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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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事的我們感謝祢 主啊在早晨的時候我們就禱告 主啊 讓我們來到祢的面前說 我們願以祢的心 願我們以祢的眼來看這個世界 主 祢要我們不是單顧自己的事情而已 主 祢要我們關心 關懷 照顧我們身邊的人 主啊 因為祢要我們彼此合一如同家人一樣 謝謝主耶穌 我們感謝祢 主啊 幫助我們今天一天的開始裡面 主 我們就有這樣的信心 我們有這樣的盼望 主 幫助我們也願意關懷我們身邊的人 使我們不是冷漠的 使我們是充滿熱情的 如同耶穌你一樣 主我們滿心的感謝祢 奉耶穌的名祷告 阿们 阿们 親愛的弟兄姊妹們 早安 當我們來到主面前 我們在出門之前要禱告的時候 我們真是要為每一天我們有基督耶穌的心為心 好讓我們可以把這一個冷漠的世界能夠有所改變 看我們自己力量當然非常的微薄 但在靠德納加給我們力量的 凡事都能做的 我們深信 當我們都起來這樣禱告 都這樣來實踐的時候 事情就會有了轉變 這是我們一同來用段經文 我們看主怎麼教導我們 我們也用主所教導我們的話語 禱告在祂的面前 來支取從祂來的力量 讓我們一同來看羅馬書 新約的羅馬書第十五章一到六節 羅馬書十五章一到六節 我們堅固的人應該擔待不堅固人的軟弱 不求自己的益處 我們個人誤要叫靈舍喜悅 使祂得益處 見立得行 因為基督也不求自己的喜悅 使祂得益 如經上所記 辱罵你人的辱罵都落在我身上 從前所寫的聖經都是為教訓我們寫的 叫我們因聖經所生的忍耐和安慰 可以得著盼望 但願此忍耐安慰的神 叫你們彼此同心 效法基督耶穌 一心一口榮耀神 我們主耶穌基督的父 但待人的軟弱 使人能夠得到益處 這是我們的主 祂來到世界 祂為我們做了榜樣 是我們本來非常冷淡的關係 活絡起來 是一個冷漠的世界 我們開始彼此之間 我們有了良好的互動 你看我們主怎麼教導我們 祂是怎麼做的 在一個現實的世界 現實的環境裡面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這種想法過 就是你對周圍 在你旁邊出現的人 有時候你會感到不耐煩 你會覺得 他們好像使你生活的步調 受了攔阻 使你想要去做的一些事情 你好像不能夠隨心所欲的 就那麼樣子高興去做 你就去做了 你很想把他們就撇到一邊去 然後去完成你自己的心願 這些人可能包括你的孩子 包括如果你是老師 可能是你的學生 如果你在一個公司行號裡面 可能是你的上司 你對你的下屬 就是你會嫌他們 可能嫌他們慢 你嫌他們沒有像你了解的這麼多 他們不像你那麼幹練 然後你想要做一些事 你很想馬上你就能夠去把它做成了 但是他們好像使你的步調拖累了 那你心裡面就感到不高興 今天在我們的社會裡面 我們很容易啊 我們就會把人呢 分成有好像兩類 一個叫做有錢的 或者是比較貧窮的 美麗的或者是醜陋的 聰明的 愚笨的 有能力的 剛強的 或者是那些比較軟弱的 我們把人這樣的分 然後呢 我們通常前者 我們就跟他們講說 在人看來好像很聰明啦 好像很有錢啦 好像很有權勢很能幹的人 他們是在一個領導的地位 他們很希望 人人都能夠像他們一樣 照著他們所規劃的 然後去完成它 在這個過程裡面 我們對於人不能夠像我們這樣 然後就有的時候 就會施加一些壓力 我們會有時候用責備的 我們說去糾正的 甚至我們用打擊對方 我們就盼望 他能夠完全地來服從我們 聽我們的 以為事情就能夠辦成了 就在這種情況之下 有的時候我們往往適得其反 我們這樣做不但沒有達到目的 可能使這一些 我們說被我們糾正了 指教了 責備了的人 他們心裡面可能有些的反彈 他講說今天我是弱勢 所以我必須要挺你的 但是我心裡並不服氣 等到我有了一個跟你一樣 甚至我更高的位置的時候 反過來你得要挺我的 就在這種情況之下 我們看到前面所說的 這些剛強的有能力的人 不但沒有去承擔這些人的軟弱 幫助這些人成長 反而激發了他們的一種反抗 帶來彼此之間的爭進 甚至對立衝突等等 這個社會當然在彼此的 這種爭進內耗之下 它不會有進步的 一個家庭如果常常在這種親吵當中 如果父母親不滿意子女的表現 子女覺得父母親的管教太過當了 就在家裡面就沒有安寧了 如果一個群體裡面也是如此的話 這個群體內耗的結果 它勢必它是分裂 它是非常軟弱的 堅固的人要擔待不堅固人的軟弱 在我們犯罪了的天性裡面 我們往往我們是做不到的 有時候我們做不到 我們又不知道怎麼樣來去尋求幫助 我們就會覺得很命苦 我們就很希望說有人能夠了解 我們就希望說對方能夠體諒那個心情 然後能夠配合 但往往好像是我們所想望的 就是相违背 小孩子其實要等到大人我們才會有這種體會 小孩子有時候也會這樣子 我有三個孩子 我老大在小的時候 他就跟我講說 爸爸 他說我很不想做姐姐 他想做弟弟妹妹 為什麼呢 他覺得做老大好像被要求的特別多 我有時候我們不知不覺當中 我們可能賦予他一些 可能對弟弟妹妹 盼盼盼能夠多點體諒 多點能夠幫助父母親去照顧 可對他來講 他有時候他並不能夠承擔這許多 他除了他自己的一些問題之外 還去承擔別人的喜怒哀樂 這有時候過於他能夠承擔的 他就很想把這個退掉 小孩子是如此 大人當然更是如此 我們去承擔別人的軟弱 我們自己的軟弱該怎麼辦呢 聖經裡面在講到 有些人給我們非常好的榜樣 像摩西 摩西他有他自己的問題 但是神卻把 要帶領百姓出埃及 然後帶他們進入到迦南 這樣的一個使命 交在他的手中 他那時候真覺得他好命苦啊 他甚至跟神說 這個管理百姓的擔子太重了 我獨自擔當不起 如果在你眼前蒙根 求你立誓把我殺了 他覺得要承擔這些擔子 他完全沒有那個力量 我們從什麼時候 我們才懂得說 其實按照我們自己想望的 我們達不到 而我們不是用更強的手段 我們去逼迫也好 我們去限制也好 我們去掌控也好 讓對方能夠就範 而是懂得來尋求 那個最高的幫助呢 我過去曾經用過自己的方法 希望別人能夠照他所做的 能夠去做 他想用他自己的辦法 帶領百姓脫離奴役的生活 能夠進入到自由裡去 但是他用的方法錯了 結果他自己承擔不起 他就遠遠地跑掉了 聖經裡面還有像薩摩爾 他也是一樣 他跟神的關係是非常好的 他在神和人中間是個代言人 他做神的代言人 他也把人的問題 帶到神的面前來求解決 可是像他這樣的一個人 面對這些的百姓 當他們不聽的時候 他們說 他們希望能夠一個王來治理 他們不要像薩摩爾這樣 只是把神的心意傳達給他們 然後讓神來治理他們 他們需要一個像 列邦列國一樣的這些人 一個賢明的君王 或能幹的君王來帶領他們 他們不用凡事他們去尋求神 只要有一個人帶領著他們就可以了 他們不需要每天來到主的面前 很敬虔地來尋求神的心意 建立起跟神的關係 當他們做了決定 他們不要這位神做王 做了決定之後 才發現他們自己主人的大錯 這樣的軟弱的百姓 你要帶領他們繼續往前 是多麼的艱難的事情 如果今天你是薩摩爾 你要怎麼去擔待這一些百姓 他們這樣子的軟弱 他們做了這樣事情 這個決定之後的後果呢 通常我們碰到這種事情 我們可能會講到說 那你們自己製造成的後果 你們自己承擔吧 這對我們來講 我是無能為力了 我不管你們了 但是聖經教導我們 卻不是這樣 我們要擔待人的軟弱 不是靠我們自己的力量 是靠著那位承擔我們從過去 一直到現在乃至將來的神自己 他知道沒有一個人一人 沒有一個人是夠剛強 能夠去勝過 不管是現在和未來的 種種的挑戰 我們都需要來到神的面前 靠著他加個我們力量 然後來突破我們眼前的困境 我們的神怎麼做的 耶穌基督來到這個世界 他來承擔我們的軟弱 聖經告訴我們說 耶穌不求自己的喜悅 然後他為我們 讓本來我們這些承擔別人軟弱 我們承擔不起的 承擔不起有很多人的辱罵 很多人都不諒解 有很多人的抗議 有很多人都是反對 他為我們來承擔了 他為我們怎麼承擔了 他是一個無罪的代替有罪的 完全公義 聖結的 代替我們這些不義的人 他為我們付上代價 為我們死在十字架上 去了結所有的這些的罪 所以說有一位不順富 我們帶來生命當中 這些的缺點 這些不幸的後果 他為我們都承擔了 他為我們付上代價 付上代價 但是因為是義的代替不義的 聖結的代替這些誤會的 神就叫他從死裡復活 這件事告訴我們什麼呢 因著耶穌基督為我們付上的代價 他跟神的關係是直接的 是良好的 他為我們做的這一切 使我們藉著他恢復跟神的關係 因著跟神的關係的和好 我就可以支取我生命當中沒有的 我不配有的 我缺乏的這些力量或幫助 所有我們生命當中的軟弱 我們軟弱的時候會發出怨言 我們軟弱的時候會做出一些不理性的一些動作 我們會做出一些非常不對的 不當的一些事情 甚至我們對那些要糾正我們 引導我們的人 我們可能是反抗的 這一切我們要理解到 他有時候並不是單單是因為 你這個人我不喜歡你 所以我這樣都坐在你的身上 是因為他們跟神的關係出了問題 就是因為跟神的關係出了問題 所以我們沒有辦法我們去領受 神所賜給我們的各樣美好 生命當中的這些恩賜或者能力等等 我們沒有跟他好的關係 所以我們不會去理解 我們不會去體諒 我們沒有那樣的饶恕 我們也沒有那樣的溫柔 我們也沒有那種和諧和睦和平 我們都沒有 我們沒有那樣的能力去抵抗 這些罪惡的試探和誘惑 所有的這一切都是因為 跟神的關係出了問題 這一切後果我們承擔不起 所以耶穌來為我們承擔單代了 然後幫助我們恢復跟神的關係 耶穌來的時候講得非常的清楚 他說我來 我不是照義人悔改 是照罪人悔改 健康的人是用不到醫生的 只有有病人才用得著 我們如果碰到有病人 我們病人碰病人 我們可能病是更加的沉重了 我們是一個不義的人 我們要去幫助同樣是罪人的人 我們其實可能使自己的罪孽更加的深重 讓我們彼此 我們這種互動裡面 讓我們產生了可能是更嚴重的一些後果 我們解決不了人的問題 耶穌來擔當了我們的罪 所以在以色雅書53章那邊告訴我們講說 他長經憂患 他背負我們的痛苦 他是為我們的過犯受害的 他是為我們的罪孽壓傷的 他受鞭傷我們的遺志 他受刑罰我們的平安 我們還以為他是被神吉他苦待了 其實全然是為了我們的緣故 我們每一個人 當我們領受從主來的這個赦免 從主來的一個新的生命之後 我們今天有機會 我們今天有這樣子的一個生命 可以學習來承擔別人的軟弱 在我們周圍虛虛多多的人 非常的需要我們來關心的 非常的需要我們來幫助他們 給他們安慰 給他們鼓勵 他們難處需要有人伸出手來 跟他們一同的來面對的 請弟兄姐妹我們要理解一件事 就是你當你這樣做的時候 有些人可能還不見得會領情 還不見得會接受你的幫助 但是你不要氣餒 你不要認為講說這些人 為什麼專跟你過不去 為什麼他們是針對你的 知道 因為是他們跟神的關係出了問題 你跟神的關係恢復 你就要來到神的面前 把難處告訴他 他必加給你力量 讓你得著的 從來的安慰鼓勵 能夠去幫助這些人來成長 軟弱的人變為剛強 就像我們這些 因耶穌基督 我們今天成為一個 有他同在剛強的人 我們就去幫助 曾經我們也是這樣子的 一種光景的 這些需要的人 今天就是我們的一個機會 你馬上你出門 你就會碰到有一些人 他們有難處 所以他們可能坐在你的身上 他們的話語說在你的面前 請你以耶穌基督的心為心 為他們禱告 主讓我今天遇到這些人 讓我成為他們的安慰 幫助和鼓勵 像主對我一樣的來對待他們 我們一起來禱告 好 主要是我們來到你的面前來答應 謝謝您 我們想清楚 在我們的當中 主要我們要來 方向你來的 方向你來的 這就是我們還要死 人的 你們所用的人 這更是我們 安慰和密碼的 方向你去幫助 謝謝你 您的支持我 只有我們 你們的諒曉 還想祝您 任何的機會 金睨的力量 讓我能夠向你 對我一樣的 努力對待這些 需要的力量 也让我们靠近 也让我们绝心 谢谢耶稣 我们感谢 让我们无理的话 我们要明白过来 我就照着去做了 是的 主 我们来到祢面前 早晨的时候 我们就说主啊 我们愿意成为那个神 祢呼召我们去关心 关怀那些软弱的人 主啊我们靠着 祢加添给我们的力量 使我们在做 这样的事情的时候 我们是有能力的 我们是有信心的 我们更有从祢来的盼望 跟智慧 去帮助这些需要的人 主 谢谢祢 带领我们勇敢地跨出去 也勇敢地在这个时刻里面 主啊就来回应祢 谢谢祢天赋 我们满心地感谢祢 阿们 主啊不是我们爱祢 是祢先爱我们 是祢拆判祢的儿子 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 主啊这就是爱 主啊求祢早晨帮助我们 主啊让我们的心 主啊转回归向耶稣 主啊转回归向耶稣 主啊用耶稣基督的爱 主啊用耶稣基督 所给我们的刚强 能力来帮助那些 他们的生命 主啊需要 主啊再次的 主啊被关怀 再次的被挑望 主啊再次的被医治的人 主啊因为祢要我们用 耶稣基督的心 来对待他们 主啊祢要我们 主啊坐在最小的弟兄身上 就是坐在祢的身上 主啊求祢给我们 这样子的一个 主啊一个清醒的灵 主啊也给我们 这样子的一个警醒的心 好叫我们今天 我们所遭遇的 主啊在祢的面前 可以献上危机 在祢的面前 主啊可以蒙着祢的悦纳 主啊来帮助 主啊这些 在弱小的弟兄身上 也帮助那些 生命里面 需要被祢触摸的人 透过我们的手 成为他们生命的祝福 奉耶稣的名祷告 阿们 主告诉我们 从前所写的圣经 都是为教训我们写的 叫我们因为圣经 所真的忍耐和盼望 可以得着帮助 忍耐和安慰 可以得着盼望 我们求主 让我们今天出门之前 我们也是把主的话语 深深地藏在我们心里面 也活在我们生活当中 我们暂时来祷告 我们求主的话语 不是停留在我的心里面 或舌头上 而是真实地能够实践出来 我们一起来祷告 主 亲爱的主 主 亲爱的主 我们感谢你 主 祝你的话语是何等的宝贵 引导我们走对的道路 你自己是道成肉身 来到我们中间的 主 你不仅是告诉我们真理 你为我们活出真理 让我们看到一个活的生命 来引导我们 做对的事情 走对的道路 主 今天让我们能够活化出 主 你自己的真理来 今天让我们所遇到的人和事 让我们都可以成为 他们生命中的帮助 也引导他们来到 你深的宝座面前 使软弱地能够成为刚强的 谢谢主 全心祷告 奉靠主 耶稣基督的 你基督的心为心 你踏地远看世界 你身边的人需要你我 把人活变成爱 你基督的心为心 你踏地远看世界 这世界需要你我 把人活变成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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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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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